花木兰应该是当前版本最强的对抗龙英雄之一了 跟马超一样 都是顶端局的踢零 但是咱们下落后打木兰是比较好打的 咱们对线强度比他高 咱们还有续航 如果手法和木兰差不多的话 根本不怕他 打这个和线的时候不要有被动了 马上给和线 不然在你技能真空气的时候很容易被抢 咱们先叠到五层被动 等下一发二要好了 再轻易展给和线 然后立马再去上一个被动 连续两个轻易展 和线几乎没有被抢的可能 打木兰还是需要很多细节的 之前不是说吕布是下楼特的治检员吗 现在感觉木兰才更配得上下楼特治检员 那吕布是什么玩意儿 对线强度又不高 很多一想都打不过 他不配 木兰来了别紧 一起走向给龙 没被动的时候先跟木兰保持距离 被动快结束了 戳木兰去别动 大招霸体吃掉什么 轻易展减伤吃下了伤害 二将先拉开距离 回头给一 妈的歪了 不慌 在他技能范围外 先把被动取上 好 他现在换轻件了 意味着他没有免伤了 而我身上已经存了一个轻易展 抬头炸吧 星光不斩 我奥 你奶奶的叫人是吧 完了 又是沉默 又是控制 要被控到死了 赶紧要傻拉开距离 回头一技能加一速 往这边跑的话 非常容易被对面法师给包装 如果对面法师来赌我了 咱们就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回头换木兰 奶奶的 玩来了 回头就用大招轻易展 哎 还换掉一个蓝 不愧不愧 四个干我一个还换掉了打野 我甚至感觉很赚 对面木兰才三分钟就已经支援到了上半野区去了 其实玩对方路的话 不是说你支援的越频繁就越好 像木兰这就是一种错误的支援 下落线马上就进塔了 他肯定来不及回下吃下了 而他这波支援 对上面的局势也没造成什么影响 木兰好像不打算回下 直播我们蓝区去了 那这一波就能看出木兰的水平不怎么样了 选择不回下的话 你确定这波因为你来打架而造成的额外收益 能超过一波线吗 而且我现在已经支援过来了 这波团不管胜负如何 对面就得先亏一波线的经济 不幸的是对面最后这波还打输了 那对抗的差距从这一波开始就被拉开了 木兰直接就是少吃两波线 过来支援啥作用也没有 还送了一个人头 咱们现在下落是优势 就完全没有支援的必要了 是在下落保持优势好 还是放弃下落优势 去搏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哪个更好 傻子都知道 要支援也是确定了木兰缩塔不跟我打了 我再去先木兰一步支援 这才有意义 而不是没事就往其他路跑 还觉得自己作用很大 烈士帮就得承受烈士帮的代价 木兰线上打不过 我那蓝的野区肯定就得背金 蓝哪怕是领先米约一级 野区也得背金 线上打不过 就算你选择猥琐也是没啥有的 你总不能让你们家野怪塔下猥琐吧 蓝和木兰也去爱玩打 状态已经不佳 正巧这个时候又碰上了我方压中塔 那这个中塔对面肯定是没法手了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塔被拆掉 趁他们都在 玩这波选择直接起飞 先手把团站开了起来 对面无奈也只能且上且退 说到塔下后四季凡打 这时候咱们闪现地场带走战梁 随后对面的支援都赶到了 这波肯定就打不了了 咱们赶紧走 但总体而言拆了一个中塔咱们还是非常赚的 死了两个人能复活 但是中塔一丢就永远丢了 蓝的两边野区接下来我们就能随便进 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起因也就是木兰前期的一波决策失误 从而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结果 这也就是高端球的连锁反应 非常真实的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中塔一丢 双边的外塔肯定是保不住的 我们想打就打 想走就走 对面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视野 强心守塔就得直接被约 中塔起到的视野价值太重要了 这东西丢得早 对面接下来越来越逆风 几乎是必然的 近期的视频我一直在说 这个版本啊 前期只要能取得优势 那么几乎就很难被翻盘了 因为有优势了 代表我能进你野区了 这版本的野怪又值钱 血又少刷新的又快 经济差一下子就滚起来了 虽然现在比分八比六 看似对面不是很逆风 但其实经济已经落后接近三千了 这时候打团只要我们不出现重大失误 对面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十分钟的这条暴君 对面似乎不太想放弃 有想法 那么在经济差以及五层被动下落色的加持下 结束这局游戏吧 册我们去找你 他去看看 shel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